再來為什麼我們打招職呢 因為呢 這位朋友我叫趙澤燕 趙澤燕她的背景有點多 我先記太起來了 所以我知道她是哪一集的 她是中華國際人權陸進會講師 我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還有她是文藝神經語言學執行師 看守神經 然後新莊社區大學講師 她有招職就不錯 所以我讓我來歡迎她 好 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我就是提舉 她就是大力邀我來捧她的場 那我就 我一大便掌聲 那我就很高興來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學的東西 那我在申區大學教的是一個 透過人的表情 還有肢體裡面 來判斷對方的情緒 算是一種 生理學跟心理學的結合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很想知道 一個人在跟我們說話的時候 他到底是說的是真話還是假話 那這個東西看得出來嗎 老實說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可是為什麼看得出來 並不一定是透過語言 而是透過壓抑還有真心 她基本上如果要跟你講謊話的話 她基本上會有一個 她跟她內心抵觸的一個表情出現 所以常常我們人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可能會說話有點巴巴 或一些金貫飄的這種情形出來 那這個表情呢 跟文化沒有關係 大家看到這四張圖片啊 都是一個很原始附落的圖書 沒有看過圖片雜誌 甚至文字 可是你可以輕易地看出 他們有一些喜慕哀樂的表情出來 重點是為什麼 重點是因為人類它有情趣 然後是人類它有情趣的波動 我們每個情趣表達出來的一個表情 幾乎都會是一樣的 不會有人笑就是哭哭就是笑 所有的文明都是相同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金門的一個 撥鵝仔的一個大賽 然後這個老太太呢 她撥到一個臭掉的鵝仔 那可以看到她有一個 非常有趣的臉部肌喔 這是一個很好的教材 因為她肌肉非常明顯 那這個呢是一個 國外的一個壯球選手 大家可以注意到她的一個 嘴巴那個 下巴的肌肉糾結 還有那個法令文 其實剛剛跟那個老太太 是異模的樣子 兩個不同國籍 不同教育程度的人 他們露出嫌惡的表情 是異模的樣子 再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憤怒的表情 這個是西班牙大霸中的時候 警察在驅趕民眾 他會有一個憤怒 就是把嘴巴引起來的一個表情 大家都有一個憤怒 可能眼睛會皺在一起 可是其實不一定 沒有 大家一看就知道 趙建民嗎 其實是時候 兩個被抓的時候 嘴唇明顯的變薄 但是在社會之中 我們 沒有辦法可能 表達我們的情緒 把它爆發出來 可是很多時候 我們會輕易的 把嘴巴引起來 憋著一口氣 代表我們的不滿 然後還有趙薇官之靈 他們在相對一些 匪文的提問的時候 他們很容易都會有一個 撅嘴的動作 我們可以仔細看一下你們的親朋好友 如果你問出一個他不喜歡自己的問題 他的表情通常都會有一些 這種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然後呢 最方便的謊言 就是笑 很多人提到他不喜歡自己的事情的時候 都會用笑帶過 傻笑 奸笑 狂笑 什麼笑都可以 因為這是最不會得罪的方式 好 現在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這邊有兩個 美麗的小姐 他們誰在假笑 快 直覺判斷 覺得假笑的請舉手 喔 好非常多問題 那這一位在假笑的請舉手 不是演假欸 喔這個比較少 好 各位不好意思 我要說過你們的那個 基本上兩位都是假笑 欸為什麼 我當然不是隨便說說而已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眼部肌肉 兩個眼部肌肉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動作嗎 而且 欸太快了 可惡 好直接講真笑好了 真笑啊其實是會有一個 眼睛的魚尾紋的動作 還有眼部肌肉的展現 還有他的嘴巴是會整個鬆開的 基本上如果我們只看到上台的牙齒 那是一個禮貌性的微笑 那並不是真的發自內心的微笑 發自內心的主要是鬆開的 那再來看到不對稱的表情 很多時候我們人在聽到 不喜歡不高興不想面對訓息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出現一個不對稱的表情 這個是 剛剛右邊那個是某學校的主任 那個抓肩在床那邊 好 那麼提這個 當心輕蔑 看到這個表情的時候要小心的 因為通常我們憤怒或生氣或哀傷 可能對的是情 可是像這種不對稱的這種輕蔑微笑 通常都是有一個指射對象的 這個看到這個表情的時候 可能比較要注意 然後再來這一個悲傷的表情 大家可以注意到 這一個女士她有一個八字型的肌肉動作 看到這個表情的時候 你就要非常的注意這個人 因為這代表她受了很大的一個壓力 甚至是身體的不舒服 這個是之前四川大地震的時候 當地摘魚肉出來的 那因為這個通常已經不是很明顯 大家可以隱約可以感到 她有八字型的肌肉 人類也沒有辦法 避免自己的意志 去把自己的肌肉弄成八字型 真的完全沒有 你可以先想試試看 你肉出來我前面都已經要 真的真的 然後還有留意眼神的方向 眼神的方向 很多人會覺得說謊的時候 她會東張西望在看 那並不是心虛 原來只能代表她在想東西 那最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個狼狼摩斯 她對華生講過的一句話 你看到了但是沒有觀察 很多時候我們都看到了 我們講話的對象 她有露出某種表情 可是一想幾次 你都不去思考她為什麼會做什麼工作 但事實上 如果你得意懂這些東西的話 我會對她了解更多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